Hello大家好,我是小米 就在前不久,2021年的12月初 一条名叫上海小红楼的微博瞬间冲上了热搜 很快,小红楼涉黑,卷养性奴,红楼受虐 中国版N号房,小裁缝发家之父掌控上海的话题 在微博上引起了网友的高度讨论 但是仅仅几个小时的时间 微博竟然被迅速地撤了下来 其实这起案件在2020年就已经结案 案件中的主谋赵富强也已经被判刑 但是为什么事隔一年 案件又再一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下 引起网友们的热烈讨论 为什么微博阅读量超过6亿的话题 又会被迅速删除压制呢 这背后的水到底有多深 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起号称 无法在中国社群媒体存活超过一天的上海小红楼 小红楼的位置在上海市杨浦区徐昌路632号 它是一栋外表看上去非常普通 有些破旧的六层建筑 人们之所以家的小红楼是因为一开始楼底的外装涂料是红色的 但是经过日晒雨林 现在红色的大楼早就已经褪色 然而就是这么一栋再普通不过的建筑 不管你是在公开发行的纸质地图 电子地图 淘宝 外卖可送达区域的列表上你都找不到它的存在 根据小红楼附近居民的描述 这栋楼在十几年之前曾经是一座宾馆 后来经营起了茶楼 他们还曾经到楼内的四楼和五楼打过麻将 但是就在最近几年 小红楼已经不再对外开放 转成了私人会所兴致的场所 即使是在这里居住几十年的居民 都不知道这十几年间小红楼居进发生了什么 一位居民称 他们最近差不多十年左右的时间 从来都不对外营业 楼下一班会设有两个保安守着 帮忙安排车辆的停放 以前偶尔还会在门口放一只大狼狗 但实际上 在小红楼不对外开放的这些年 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叫赵富强的裁缝发迹的地方 也是十几位女性噩梦开始的地方 它充斥着金钱 暴力 淫乱 胁迫和罪恶 是一座活生生用女性血泪建筑而成的人间地狱 至于这其中的细节 在现今社会说出来恐怕都没有人相信 而讽刺的是 小红楼这座人间地狱 距离上海市洋谱区区政府 仅仅只有150米的距离 2000年出生在江苏省太兴师的赵富强 像很多人一样来到上海打拼 赵富强是一个小裁缝 他没有高学历 也没有任何人可以投奔 可想而知 在上海光凭着裁缝的手艺 是很难和别人竞争干出一番事业 赵富强左思右想 为了最快的抓住最赚钱的行业 立足在上海滩 他走了一条一本万利的捷径 动起了做皮肉生意的脑筋 被他最早推下海做小姐的 正正就是他的老婆 通过自己的老婆 他当时结识了很多 刚刚从农村来到上海打工的打工妹 明明做的是肮脏的皮肉生意 但是每次面对这些 刚刚进城入室卫生的小姑娘 赵富强他总是能凭借自己 那三寸不烂之舌 滔滔不绝地跟小姑娘讲述下海的好处 如何来钱快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甚至还用自己的老婆作为成功案例 来说服这些摇摆不定的小姑娘 在一番好言相劝之后 同意赵富强说法的 就会顺理成章成为他的员工 而还是坚持己见 不乐意加入他的 就会迎来一顿强暴 毒打 甚至是裸照视频威胁 在当时PUA这个词 还没有流行的年代 可以说赵富强已经把PUA的精髓 是拿捏得死死的 他甚至还强行在女孩的私密部位 闻上赵富强专用的纹身 彻底地击垮女孩们的内心 然后把她们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心里 为他所用 全部的收入都会归他所有 帮他创造财富 一开始和女孩们说的什么 人生价值完全不复存在 可以说他对这些女孩们 只是给口饭吃 让他们可以继续活着 给他赚钱就行 通过这样的手段 没过多久 赵富强就攒够了员工和本金 然后他租下来两个小门面 开了两间发廊 一个叫做旺盛美发店 一个叫做双双美发店 在赵富强的两间美发店里 每一次性交易只需要150元 被他骗来的女孩们没有任何分成 赚来的钱全部要上交给赵富强 在这样的低成本开销下 赵富强通过他的发廊生意 手里的资本也越来越雄厚 很快他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累积 当时的上海正迅速发展 很多有钱人都来到上海投资商铺 赵富强也看中了这排生意 开始用发廊生意赚来的钱 进攻商铺租赁市场 他依靠一大帮的打手 没花一分钱 就迅速的控制了阳府区 一千多家的门面房 但是正所谓数大招风 赵富强知道自己这样黑白通吃的买卖 肯定是不容易做的 想要做的长久 他必须要在上海有一个保护伞 可是赵富强只是一个小小的裁缝 他家里没有任何的后台 怎么样他才能在大上海 给自己找到一个可靠的保护伞呢 这时他想到了自己手下 被他摸虚的小姑娘们 他觉得这就是他手里最有用的武器 他开始利用它们构建一个庞大的保护网 2014年 赵富强先是买下了距离旺盛美发店 和双双美发店不到两公里的 阳浦区许昌路632号的一栋六层楼房 还给楼房的外墙铺上了红色的砖墙 改名为创富大厦 也就是上海红楼 他自己也摇身一遍 成了一位在上海拥有一千多个商铺的创富大厦控制人 平安上海栏目运营人等诸多头衔的成功商人 之后他频频的邀请上海的各级官员名流 在创富大厦里秘密消费进行信贿赂 然后再偷偷的拍下视频作为威胁 靠着小红楼里信贿赂给他撑起的保护伞 赵富强在上海的20年里 光是可查获利就有10个亿 可以说这伞的确是好用 上海小红楼变成了赵富强秘密信贿赂官员商人的高端奢华基地 圈养性奴强奸暴力殴打囚禁罗赵 一系列可怕的事件不断地循环在这个闹市中的小红楼里上演 这个公官员们享乐的豪华基地 却是被骗女孩们的人间猎狱 就在前不久 中国金银报的记者独家探访了上海小红楼的内部 起底了小红楼会所的全貌 这也让这起案件再一次出现在了公众的视野里 这栋外形破旧 看起来更像是荒废建筑的小红楼 内部的华丽奢迷可以说是堪比皇宫 就连楼里的装饰都可以看出价格不菲 甚至是让人惊叹 楼内的隐秘措施更是做得小心翼翼 我们先来看一看网上流传的红楼内景 踏进正门是一条大约7米的通道 通道的正对面正有一个巨型浴缸 非常的豪华 但是楼里面不是全部的楼层和房间都有豪华的装饰 可能是赵富强为了掩人耳目 楼的一楼二楼三楼 其实基本上都是库房和工人的宿舍 里面放着各种餐饮用具桌椅 楼里面所有的关键房间和楼道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全部都设有带密码和非接触式的门禁锁 任何人想要上楼 进入各个区域或者是进入关键房间 都必须要分别有密码和门禁卡 否则根本就没办法进入 每个区域的密码和门禁卡都无法进入其他区域 也就是说不同区域的密码和门禁卡是不互通的 另外上海小红楼里的豪华装修房间都是不偏好的 而不偏好的原因可能是为了让来这里消费的人可以更加隐秘 五楼有两个房间是经过欧式豪华装修的房间 白底留金香边的装饰极其讲究尽显贵气 经过五楼就来到了六楼 六楼是整栋小红楼里最豪华的地方 也是赵富强主要用来信贿赂官员和圈养女性的地方 六楼的全部房间也都是没有编号没有房间名的 可是这里的每一间套房都像是一个隐秘的皇宫 小红楼六楼一号套房的天花板是银灰色金属垫底 上面镶着圆形弧形的流金装饰物 再配上黄铜水晶吊灯 光线稍稍亮一点就显得满屋子金碧辉煌 六楼的全部套房都是按照这样的风格和标准装修的 区别只是在于不同的房间天花板上的装饰有些许的不一样 除了装饰风格讨人喜欢 赵富强还在房间里面留了三道暗门 以备顾客的不时之需 另外六楼所有房间的衣柜里都放着几十件不同的女性衣服 服装的样式都以性感为主 也有各式的职业装用于角色扮演 以及一些内衣抹胸束腰丝袜 六楼的二号房是有一个密道 密道表面看上去是一个落地的玻璃镜子 但其实是一扇暗门 推开这扇暗门就能看见一个衣柜大小的空间 再向右滑动柜底板就能进入六楼最大的房间 十四美卧室 十四美卧室是一个可以容纳十四人住宿的集体规房 装饰风格依旧是以白底香精配上紫色软包 有着淡雅清奢的味道 然而就是这个表面高端的集体宿舍 却是囚禁被骗女孩的牢笼 2017年初赵富强觉得之前发廊里的小姑娘 已经跟不上豪华的小红楼档次 为了给来小红楼的官员们提供不仅漂亮 而且高学历有文化的小姑娘 赵富强在网上发布了招聘资讯 招募上海徐会 杨谱 红口 三个区连锁的会吃会喝美食城的运营专员 待遇丰厚 在美国留学院的大学生陈倩 通过招募信息认识了赵富强 面试地点也正正约在了小红楼里 一进小红楼 大楼戒备森严 门口有退伍军人做保安 内部的每个角落也都设有摄像头 不同楼层 不同房间 都需要相应的门禁卡才能打开 陈倩看到这种仗势 觉得非常奇怪 可是赵富强跟陈倩说 小红楼里隔三差五 就会有政界官员干部来访 所以安全是最重要的 听到赵富强这么说 陈倩也打笑了疑虑 但是没想到 等陈倩入职之后 她的工作变成了对来访客人 陪吃 陪喝 陪睡 陈倩想要拒绝 可是这时已经太晚了 她已经是羊入虎口 无处可逃 在小红楼里 到处都是门禁和保安 24小时监视着她的一举一动 直到2017年底 陈倩才终于找到了机会 和赵富强好说歹说 才同意让陈倩去银行领补偿费 陈倩在银行找到了机会 拜托银行的柜员帮她报警 在派出所里 陈倩告诉警员 赵富强在创富大厦里 圈养性怒 卖卵 为政府官员提供小姐 可是她说了一大堆 却没有任何人相信她的话 没有人相信 在如此繁华的现代大都市上海 居然还能存在 如此大范围的强奸圈养性怒 和黑社会势力 就在警员疑惑的当口 赵富强带着陈倩的母亲 赶到了警察局 最后以家庭纠纷的名义撤案 而陈倩又被带回了小红楼 作为背叛者回到小红楼 陈倩的下场肯定不好 她被软禁在宿舍里 没收了手机 之后还因为逃跑 陈倩又再次遭到了毒打 被殴打之后 陈倩被送到了诊所 但是等待她的不是救治 而是取卵 这是赵富强最新研究出来的制服方法 她既可以卖卵赚钱 又能用以后出生的孩子 拴住这些被骗的小姑娘 诊所里的陈倩 因为连续十几天 被强行注射催卵针 患上了严重的腹腔积水 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 在对陈倩杀意警百之后 赵富强也趁势 对新来的小姑娘们定下了规矩 陪喝一壶酒奖励500元 能够陪领导唱歌的奖励600元 边唱边跳的奖励900元 陪睡一晚奖励7000到1万元不等 除此之外 赵富强还要求小姑娘的家人们 也搬到小红楼里居住 男性充当打手 女性充当保洁员 每人每月3000元的生活费 另外 她还在上海大连路 开了一家名为肖哥的舞蹈学校 这个舞蹈学校 是她姓会录的另外一个场所 而在这家舞蹈学院 有上海户口的崔倩 被提拔成了经理人 2017年 在这间舞蹈学校里面 崔倩被赵富强暴力取卵 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和焦虑症 赵富强利用崔倩母亲爱女心切的心情 强迫她帮崔倩因为被强奸生下的孩子抱户口 因为拿到了上海户口 赵富强非常满意 因此对崔倩的看管也稍微放松了一点 2017年底 崔倩趁机逃离了小红楼 赵富强发现之后 她马上派人在上海的大街小巷 散播崔倩的罗赵 还扬言要把她关到江苏老家 正是因为赵富强的步步紧逼 这也让崔倩最终决定破釜沉舟 2018年11月 崔倩母女向上海市纪委第一次进行了举报 公告赵富强强奸残害女性 使用钱拉拢腐败干部 但是这一次的举报并没有引起重视 2019年初 崔倩又向杨普去公安局报案 说被赵富强强奸要求离婚 这一次才终于以强奸立了案 2019年3月赵富强与崔倩的离婚诉讼案开庭 在法庭上赵富强的态度极其嚣张 她全程都是低着头摆弄手机 据说她当时已经通过内部渠道 打听到了案件的走向 而另一边 法庭上的崔倩也豁了出去 她再一次用微信群发的方式 举报赵富强 说她长期行贿 嫖诉 并且还实名列举了多位政府官员 国企干部和警务人员 因为当时正处于中央扫黑渡导组 要来上海的前夕 所以这样才让赵富强的保护伞终于撑不住了 2019年3月24号 小红楼的员工已经遣散干净 但这时的赵富强仍然带有一丝侥幸心理留在上海 直到5月15号 杨普区政法委员书记卢彦 把他拉到办公室跟他说 快走吧 马上就要收网了 这时 他在匆忙的带着四名女伴逃回了江苏老家 不过第二天赵富强还是被抓了回来 至此 这座由女人血泪铸造的无间地狱终于倒了 赵富强的案件曝光之后震惊了整个社会 他通过长期行贿 请吃喝请嫖宿等手段 拉拢中国的政府官员 甚至从国有企业中获取了大量出租房转租获利 同时骗取市政拆迁补偿款租金等 一共高达5400万元 这么巨大的款项 然而在2020年12月终审结果出路时 却让人惊掉了下巴 赵富强逃过了死刑 被判处死缓并限制减刑入狱 他背后的13名官员 国企干部 上至包括上海杨普区委员常委 政法委员书记卢彦 杨普区人民法院院长任永飞 下至派出所所所长副所长 都是赵富强的保护伞 但这些涉案官员不是免于起诉 就是量刑极轻 而身为受害者 被迫捡去书篮馆的女孩们 却被视为帮凶 指控诈骗罪 寻衅滋事罪 组织蔓延罪 被判刑14年6个月 当时的判罚让很多人都愤愤不平 今年12月初 案件又一次冲上热搜的原因 是因为早前担任上海市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主持审理小红楼涉黑案的张征资深法官 在履行新职出任上海市 松江区法院院长 仅两个月后 就因为涉嫌严重违法违纪 被落马调查 这不禁让人想到 除了赵富强的皮肉生意 他当时组织从事的房屋租赁业务 遍布上海9个区 地址涉及1300多处 赵富强还接手了上海法治天地频道 平安上海的栏目 如此庞大的规模 而涉案被处罚的官员 却只有13名 小红楼在上海长达20年 这20年来充当赵富强保护伞 去过红楼 享受过赵富强提供服务的 真的仅仅只有13人吗 还是有更大的内幕没有爆出来 在案件之中 赵富强他不仅是性贿赂 他更是通过强奸取卵等等的手段 囚禁迫害女性 赵富强固然是一个恶魔 他死有余辜 但以他一个苏北小裁缝的身份 仅凭他自己 根本没有能力 在大上海犯下如此罪孽深重的恶行 是在他背后 那一个个表面衣冠楚楚 实则人面受薪的公职人员帮助下 他才能犯下如此残暴的罪行 上海小红楼案的细节 让人们心惊胆战 如果案件中真的有更大的 涉案人员逍遥法外 那这起案件就永远没有完结 就算今天没有了赵富强 只要有力所图 有这些不良官员的存在 相同的事件就有机会再次发生 那谁又来对象陈倩 催倩这些被害女孩的人生负责呢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